你已经找到了路 他说着右手抬起一挥 立刻一股清风吹起 卷着孟昊直奔远处 邀先踪外而去 走吧 父亲认可你之时 你就是我柯九斯的弟弟 你的道 也让我有了触动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 你我 还可在星空相见 我希望 那一天到来时 你已成仙 柯九斯声音回荡时 孟昊身体被清风相送 远离邀先踪 与此同时 柯九斯的目光 也看向了远处的纸箱 纸箱立刻抱拳一拜 邀先踪后背周纸箱 拜见柯祖 故人之后 邀先体 邀先踪有你们 柯某也欣慰了 柯九斯看了纸箱一眼 目中起了追忆 不知想起了谁 轻叹一声 甩袖间 一枚玉简飞出 直奔纸箱而去 被纸箱拿在手中后 他也被清风吹拂 与孟昊一起 被送出邀先踪 此卧放在你宗门祠堂 门人膜拜 可保万年不灭 柯九斯淡淡开口时 孟昊与纸箱都在这清风里 快速远去 孟昊回头 望着柯九斯的身影 他的脑海里 不由自主地浮现了 从来到这邀先踪内的一幕幕 邀先踪风 缘一段 再续千百年 在孟昊的墓中 柯九斯带着惆怅 声音回荡时 站在真灵夜的 第四根脚上 盘膝坐下 与此同时 真灵夜的目光 也深深地看了孟昊一眼 庞大的头颅 缓缓下沉 双眼慢慢闭合 当头颅 完全沉下时 大地七角耸立 四周无数的尘埃 如同岁月逆转 全部飘起 回到原本他们存在的山峰大地 肉眼可见的 七根巨角快速壮大 眨眼间再次成为了七座山峰 山峰上 一切残骂依旧 不多一个 不少一个 尽致如常 好似不曾变化丝毫 大地也快速地恢复 眨眼间 一切与孟昊刚来此地时 没有区别 第四封上 柯九丝的身影 盘膝坐在那里 背对着孟昊 看向第七封外 柯云海的坟墓 哄 仿佛撞在了一处无形的壁杖上 孟昊整个人凹陷进去 世界一片漆黑 当再次清晰时 他已在了妖仙宗外 回头时 妖仙宗一片朦胧 隐隐能看到 其内身影无数 一片繁华虚幻 孟昊沉默 只相与他一起出来 此刻也回头 带着复杂与伤感 看向虚幻的妖仙宗 此刻 有无数碎石 从四周快速飞来 凝聚在孟昊与纸箱的身边 很快的 一条新的星河 漠然形成 在孟昊望着妖仙宗时 这条星河轰然震动 卷着他与纸箱 化作一道皮链 刹那圆去 望着妖仙宗 越来越远 孟昊没有说话 纸箱也没有开口 二人在这星河里 渐渐远离 直至重新出现在了 星空中 直至看到了那座 踏仙桥 我要走了 纸箱忽然开口 看向孟昊 一路保重 孟昊侧过头 也望着纸箱 二人目光对望 纸箱 焰然一笑 谢谢你 我的承诺不会改变 我也相信 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还会相遇 真的很期待 下次相遇时 我们是在什么地方 什么样的场合 又或者 以什么样的身份 纸箱笑着开口时 双眸内 也有一丝离别之意 他深深地看了孟昊一眼 右手抬起 一排橱物袋 立刻从他的橱物袋内 飞出了一个身影 这身影是一个女子 相貌美丽 年龄不大 正是五足部的圣女 赵幽兰 她闭着眼 一动不动 生命征兆存在 只是陷入沉睡之中 更是在她的身上 存在了一股修为的波动 那是 原因大圆满 此女与我有缘 当年 我夺涉她的肉身 没有灭其魂 曾承诺 离去时 送她一场 原因大圆满的修为造化 在我获得妖仙体时 已将她的身体 归还于她 你回南天大地 帮我顺路 带她回去吧 纸箱轻声开口 孟昊目光扫过赵幽兰 又看了看纸箱 点了点头 纸箱再次看了孟昊一眼 转身时 身体刹那 飞出星河 走入星空时 她脚下光芒闪耀 出现了一把飞梭 这飞梭 五彩缭绕 眨眼庞大 化作百丈大小 更有阵阵妖气 波动回荡 使得四周星空扭曲 好似虚团 好似虚幻重叠 孟昊小弟弟 姐姐走了 不要想我 不要想我呀 当然 你如果真的想我 等你有能力 飞出星辰时 可来东盛星 说不定 姐姐可以 让你一亲方则 只想回头 笑声传出 这一刻的她 似又恢复到了当年孟昊 与其第一次相遇时的样子 媚眼如丝 看起来 妩媚动人 双眸流盼间 带着笑容 化作一道长红 瞬间远屈 孟昊脸上露出笑容 摇了摇头 与这纸箱之间 二人更多的只是合作 不过随着经历了 妖仙宗的一幕 隐隐的 似成为了朋友 孟昊收回目光 盘膝坐在一处碎石上 赵幽兰闭着眼 在她身边沉睡 二人在这星河里 于星空几尺 渐渐整个四周 都寂静下来 孟昊望着 看不到尽头的星空 渐渐的 她的眼睛里 露出了一抹期待 与执着 修行 成心 飞出星辰 这是一条旅程 如果能走出南天大地 走入星空里 我的旅程 将更精彩 那个时候 南天星 只是我旅途里 一处风景而已 孟昊想到这里 脸上露出微笑 这一次 妖仙宗的收获 对我而言 已是极大 孟昊低头 看了眼处雾袋 吞山绝 九重天崩 九天保身印 还有 苦言妖法 本尊道 这些神通 都在我的脑海里 另外 还有诸多的小数 除此 在我的储物袋内 获得了不少 妖仙宗的仪宝 如季明风的储物袋 更重要的是 那个岁月木剑的剑尖 孟昊想到了这剑尖 就怦然心动 其上有三万年的岁月之力 哪怕真正发挥出来的 并非是三万年 但想来也必定惊人 孟昊摸了摸储物袋 目中光芒越发明亮 还有第四境界的 至宝大地镜面 在那镜面里 存在了诸多宝物 妖兵荒种 也在其内 还有那三尊惊人的身影 这大地镜面 是真灵夜的至宝 我将其取走后 一眼都苏醒了 可见此宝的珍贵 它越是珍贵 就越说明我的铜镜 来历神秘 孟昊想到了铜镜的变化 再次感觉 这一次自己的收获 太大了 这些收获 怕是会引起 不少人的窥探 那些之前离去的 南天大地的众人 一个个是狼心狗肺的 必定不安好心 他们的宗门家族 必定也是知晓了此事 孟昊双眼一闪 这些人 还欠了我不少的零食 加在一起 何止千万 我如今别的不缺 就缺零食 孟昊冷横一声 想到那些欠条 顿时脸上笑容灿烂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此事他们赖不掉 不过 为了以防万一 墨土也好 西墨也罢 都待不下去了 孟昊沉吟 脑中念头白转 时间慢慢流逝 孟昊盘息坐在那里 看着星河 直至在这无尽的星空中 他看到了一颗星辰 正是南天星 与此同时 他还看到了 在南天星外 环绕的那座 惊人的祭坛 在看到这祭坛时 孟昊明显感觉到 一股阴冷的气息 似从身边扫过 但却被星海阻挡 没有蔓延进来 片刻后 星河直奔南天星 孟昊站起 盯着南天星 随着星河速度越来越快 距离南天星 也是越来越近 孟昊看到了大地 看到了天河海 看到了南域 看到了西沫 就在这时 在这冲击下 赵幽兰 缓缓苏醒 可还没等他睁开眼 孟昊已经身体一跃 冲出了星河 在高空中 化作长虹 瞬间远去 高空有威亚 可孟昊连离主 传承试炼的威亚 都能承受到六千丈 又岂会在意这些 速度之快 刹那消失 星河轰鸣 卷着苏醒时 茫然的赵幽兰 直奔大地 而孟昊这里 已远去及时 突然的一个 沙哑阴冷的声音 带着轻笑 回荡八方 当年的小娃 如今已长大了 完美境界 已是真正完美 老夫已等了很久 也不枉老夫为你掩盖痕迹 迷惑计较 哼 现在 小娃娃 将你的完美境界 先给我吧 这声音一出 立刻天地风云 瞬间静止 风不动 声不散 唯有那条星河 依旧轰鸣 卷着茫然间 睁开眼的赵幽兰 直奔远处大地 模糊间 赵幽兰 似看到了一个 穿着白色长衫的老者 正站在天空上 一头白发飘摇 面容沧桑 满是皱纹 不知存在了多少岁月 如同刚刚从坟墓内爬出 腐朽之意 格外明显 仿佛夕阳即将落幕之人 但偏偏不甘心 就这样走入墨图 要在有生之年 搏一个惊天 但却似乎不是具备血肉身躯 而是半透明的样子 这是赵幽兰的感觉 下一瞬呢 他意识再次失去 随着星河远去了 孟昊正几尺间 忽然身体猛的一阵 他四周八方的虚无 瞬间凝固 好似整个天地 整个世界 都化作了一个牢笼 而他则是这牢笼内 挣脱不出去的困兽 与此同时 那阴冷中带着腐朽之感的声音 也在这一瞬 回荡孟昊耳边 他面色差那大变 一股孟昊从出生开始 直至如今 数百年来 从未有过的生死危机 直接在他的心神内炸开 不是斩铃 轰鸣全部心神 扩散整个身躯 让孟昊直接流下冷汗 他没有半点迟疑 直接开启了第九命 哄 九命开启 修为瞬间爆发 尽管只有八股修为之力 但每一股都是被宁愿压缩到了近乎极致 形成的恐怖气息 哄 孟昊全身头发无风自动 修为散开 气势掏天时 他的肉身也在这一瞬 骤然强悍到了此刻 能展现出的极致 没有结束 孟昊直接掐绝 吞山绝瞬间展开 立刻天地轰鸣 在孟昊的四周 顿时出现了一尊大山的虚影 这虚影扭曲 向外骤然磅礴扩散 紧接着 孟昊一拍橱袋 立刻有至少十件法宝飞出 每一件都是妖仙宗内 他获得的重宝 这些重宝每一件 都让孟昊很是珍惜 可眼下 在这生死危机中 他来不及去心疼 在取出的一瞬 大吼 爆 这个字说出 孟昊心在低血 可他没有别的选择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 都是在刹那间迅速发生 一只虚幻的手 从虚无内伸出 通体半透明 其内流转莫名光芒 好似蕴含了天地大道 符合法则 出现时 整个世界似都暗淡下来 唯独这只手 成为了这一瞬天地间的瞩目 他轻轻而来 拍向孟昊 就在临近的刹那 正是孟昊 十件妖仙宗重宝 崩溃爆开之时 轰鸣之声 一瞬仿佛可以开天辟地 让这天地颤抖 让这八方扭曲 让这世界一瞬 好似无法承受 这在崩溃中爆发出了的 灭世之力 哄 孟昊四周的禁锢 一瞬出现了裂缝 与此同时 这十件重宝的崩溃 也让那只来临的手 微微一顿 轻移一声 这只手微微一画 立刻那崩溃散开的毁灭之力 瞬间就散了开来 但也正是这一顿 让孟昊在必死的局面里 抓住了一丝升级 问道 此人是问道 孟昊内心咯噔一声 更有苦涩 问道 那是比他高出一个大境的超级强者呀 那是在南天大地 也都有数的绝世大能 这种人 孟昊自问 从未招惹过 且看起之前言辞的意思 分明不是来自记家 他是谁 越是危机 孟昊知道 自己就越是需要冷静 此刻他双眼猛的一闪 借着四周禁锢出现裂缝的刹那 不顾一切的展开 有生以来的急速 整个人刹那画着昆蓬的风 凝聚了青烟 蕴含了黑月 眨眼远去 从在裂缝内直接钻出后 连回头的时间都没有 急速的前行 就在孟昊冲出的瞬间 在他的身后 那手掌刹那穿透 直接追来 一路崩溃了禁锢 崩溃了 重宝自爆的冲击 碰在了孟昊四周的虚幻山影上 碰 虚幻的山直接寸寸碎裂 骤然崩溃的四分五裂 向着四周横扫时 孟昊喷喷出鲜血 全身咔咔声回荡 好似身体要直接碎灭 而那手掌 轻描淡写的穿透了崩溃的虚幻之山 向着孟昊的后背 轻飘飘的拍来 奇难 在这手掌来临的刹那 孟昊立刻仰天开口 天地轰鸣 一股不属于这里的力量 似降临了一半 不知为何迟疑起来 在他执疑之时 那手掌已瞬间临近 孟昊没有去操控 血色面具在这一瞬 从橱袋内自行飞出 瞬间扩大 笼罩孟昊身体时 帮助他阻挡了一下 那手掌 一声嘀吼 从血色面具内回荡 血光滔天而起 翱犬骤然飞出 在这手掌拍来的刹那 与血色面具一起 阻挡在了孟昊的身后 来不及回头 去看一下他主人的背影